然后呢,有个臭宝,他的那个山乌龟养的不咋地了,非得寄过来,我跟他说那不咋地了,你那个就赶了要,他不听,他不信,然后寄过来了,咱们看看吧,我寄的是俩。 他可能就觉得不死心,非要寄过来,都软了,臭宝,你这个,你给我,我咋整啊,我也没法整啊,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你,弄到一边,看到没,这就叫山乌龟了,他其实耐旱能力很强的, 估计这个臭宝就是没养好,一捏还出水呢,哼,花水门能活吗,够呛啊,很够呛,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晾干,基本不用怎么管,就可能是花水门会觉得很草率,你看我放哪儿,我都放到地上,别给我弄吊了,花儿,你放到花瓶上也行,就别把它种上了,就让它吸着点潮气就行了,能活活,不能活拉倒,这谁也管不了他,就这种感觉了, 就放到一个盆上,有个潮土就行了,先让它反一反,没别的办法,让它长长根,长长芽,放到一个阴凉,通风潮湿的地方就OK了,就放到花瓶外边也一样,明白吗,就在花瓶里边也一样,就大家一定要盖它这个点就行了,这个花友,有的花友肯定会说我,你得多少动点啥,显得你努力了,那好吧,我就显得我努力一下吧,我给你们整一下吧,随便找两个花盆,一定要拍水透气, 种上乌龟嘛,用存颗粒就行了,先发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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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感觉了 然后浇上水 啥用啥也没用 就啥也没用 啥也不用 浇水也简单也快 这个很快呀 很简单呀 不就浇完了 啥办法都没有 就只有这样 尽人是听天命 那啥办法 活不活了 我跟花友说了 你也没必要寄过来 你就这样整就行了 扔一边 显得咱们尽力了 有的话说 你这样弄法能行吗 其实是行的 你就看旁边梅花就行了 这不是 这个花友的梅花 这不都给它救活了吗 你看全部都活了 你要了解根系的生长 一个就是空气 一个就是水分 明白吗 不是说你用多少肥料 懂吗 你看这个长得不就挺好的吗 这点时间就可以 我想它准备给它入土了 或者给它寄回去 这个花盆送给它了 我这个花盆 你知道多少钱买了吗 你看 花盆比你花都贵 臭宝 我就怕它让回去 它养不活 你懂吗 这个全颗粒土 它不饱水 也不饱肥 你也知道吧 我再给你寄过 它再寄过来 我可给它走不了了 其实这样 我给它换到咱们那个土里边更好 死不了 已经活了 长长根吧先 现在这边养养吧 用水溶肥 液态肥给它就行了 都是一个道理 好 别的没啥了 想要寄养的臭宝 联系后台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再花一 养花记转一 白了臭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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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